眼前的女人被丈夫囚禁长达15年 她其实是丈夫买回来的老婆 刚一过门 她的双脚就被变态丈夫套上了细细的铁丝 丈夫每次出门回来 都会检查铁丝是否松动 倘若有丝毫松动的迹象 女人就会惨遭一顿不达 丈夫对她长久的虐待 让女人对其恨之入骨 内心充满愤恨的她 只有把这对烂肉当成丈夫 她的心里才能得到一丝安慰 这样地狱般的折磨 让她急迫地渴望逃出去 这天男人打算带着女儿去看丘赛 临行前 丈夫上前想和女人告别 但女人却显得很是拍斥 当妇女俩走出门外时 女人就会缓缓地转过身 乖乖地等丈夫关门 为了防止女人掏出她的掌控 丈夫每次出门时 都会牢牢地缩好大门 随后妇女俩观看了丘赛 女儿对父亲非常感激 因为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 不管父亲怎么对待母亲 但在女儿的心里 父亲一直都是她最崇拜的对象 而此时被囚困在家里的女人 为了摆脱掉丈夫的魔爪 她不惜隔着大门牺牲自己的美貌 四季从邻居老黑的手里 成功地换取到了一包安眠药 晚上女人做好饭后 妇女俩在餐桌前吃的正像 没有资格上桌吃饭的女人 只能待在卧室里等着餐更剩饭 然而这也恰巧给了女人下药的机会 随后女人趁两人不备 赶忙掏出安眠药 全部倒进了丈夫的茶杯里 等丈夫吃完饭回到卧室 她忐忑地望着丈夫喝下了那杯 下了安眠药的茶水 女人看到这一幕后 玄者的心终于放下了 到了深夜 等药效发作后 女人轻轻地唤醒了女儿 她想要带女儿一起逃离这个鬼地方 可令女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女儿起床后转身就要叫醒父亲 接着女儿将房门的钥匙扔到了地上 随后她趁着女人过去捡钥匙的时候 静止地用身体挡住了房门 女人趋一一决 她想强行带着女儿离开 这时女儿却拿起酒瓶威胁起女人 最终女人为了女儿还是留了下来 可歹毒的女儿 不仅不可怜母亲 还想醒来的父亲高了壮 丈夫听闻后二话没说 静止地用布条浸泡了盐水 然后熟练的宁干水分 这样的场景已经上演了几千次 女人只是轻看了一眼 就被夏德瑟斯发抖 就这样女人再一次遭到了丈夫的毒打 女人的凄惨声环绕了整个房间 但隔间的女儿却十分淡定地在房间里看着书 她似乎对父亲的行为早已是习以为常 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